在13号 石兵实弹演练结束 中俄两军参演官兵整齐列阵接受庄严检阅 空中一组组战机梯队呼啸而过 地面一列列装备方阵 铁流滚滚 中俄双方共有28个地面方队和51个空中方队接受检阅 图95 苏35 卡52等先进战机和T-72B-3坎克 旋风火箭炮 山毛举M2防空导弹等先进装备依次公开亮相 当来自中国陆军第78集团军所属部队的五个铁甲方队 举着铁的连队 战斗模范连 百战百胜第三营 铁锤色团 功无不克的荣誉旗帜通过阅兵场时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伴随着中国军队的三个直升机梯队和一个战斗机梯队飞过上空 沙场检阅在雄壮的军阅声中落下楼墓 时兵实弹演练和沙场检阅结束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为表现优异的中俄官兵代表颁发了奖章 东方2018战略演习是俄军近年来组织的最大规模战略演习 此次受邀参加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境参演 此次绅战略有军队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境